今天的国领日常要为所有的观众带来一连串的高尔夫运动的相关消息 首先关心的是LPGA LPGA在美国时间的11月9号到11月12号这几天的时间 要进行的比赛原本在三年之前还叫做提湖锦标赛 不过呢最近三年呢已经改名叫做 The Annika Driven by Game Bridge at Pelican这个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的重要性呢就是因为它是在今年 最后一项大赛之前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而且总奖金来到了325万元的美金 那么最近这三年的改名呢也让这场比赛的奖金呢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当然我觉得对于这项比赛来讲 也是所有选手最后能够争取CME积分的时候了 这项比赛的积分来到了500分 那么当然呢这项比赛呢只有CME的积分排行榜上面 前60名的选手可以受邀参赛 所以呢我想对于这60名选手来讲 这应该是他们在最后大赛之前摩拳擦掌的最好的机会 那么这也是LPGA呢目前所有分战当中 唯一一个以个人名义的冠名赞助的比赛 因为Annika Sorastam这位选手呢在过去呢 她曾经拿过10座的大赛冠军 总共冠军头衔呢来到了72个冠军头衔 这个对于女子选手来讲到目前为止呢 这还是一个让人难以望其向背的一个目标 而Nely Korda呢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已经二连霸成功了 这项比赛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 Nely Korda呢她经过了跟其他三位球员的延长赛之后 才在2021年拿下了这项比赛的冠军 那么这三位其他的选手在2021年 跟这个Nely Korda一起进行延长赛的 包括了2020年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士英 另外呢还有Lydia Cole 以及美国选手Lexie Thompson 不过最后呢Nely Korda脱领而出 在这项比赛当中拿下了2021年的冠军 不过随后呢Nely Korda她发现了她的手臂呢 有些血块的状况 所以2022年呢事实上她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治了她手臂的血块 那么在2022年付出的时候 在这项比赛之前Nely Korda是一个冠军都没有 我再重复一次 她2022年一个冠军都没有 才在这项比赛当中拿下了2022年的冠军 而且呢这项比赛呢 2022年只打了三天 她在第三天比赛开始之前呢 事实上她还落后两感 不过呢第三天 她真的是有如神助啊 在第三天的比赛当中呢 她一共呢脚卡的时候打出了64感的第一标表现 在前九她打下了32感 后九又打下了32感 原本领先她的Lexie Thompson 在前九的表现还不错 不过来到了后九 她的表现完全被Nely Korda给压下去了 所以呢Lexie Thompson在2022年又再次输给了Nely Korda 我想对于Thompson来讲应该视这项比赛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消除她眼中盯 Nely Korda的一个好机会 今年我想也许是她的机会了 因为呢2023年开季表现还不错的Nely Korda 在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冠军都没有 她又要准备参加这个她已经连续拿下两届冠军的比赛了 所以我想对于Nely Korda来说呢回到佛里达的Belle Air这个比赛场地所在地 我想对于Korda来讲也许是她的一个福地也不一定 而对于Korda姐妹花来讲呢Nely Korda的表现呢一向是比姐姐的Jessica来得要稍微更好一点 所以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Korda姐妹花呢大概都是看到Nely Korda的好表现机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那么在本季呢下一周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也就是CME Group Championship Group Tour Championship呢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比赛也是LPGA的封关战 所以在这个倒数第二场比赛当中会吸引这么多的选手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运动迷的目光呢来关注这场比赛我想也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那么这个比赛呢那么当然冠军奖金呢那么总奖金是325万 冠冠军奖金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厚的 所以也希望呢在这项比赛当中所有的受邀的60名选手呢都能够在这个周末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为了最后这个下周的大赛CME Group Tour Championship呢来做最后的一个准备 那么说完了呢刚刚提到的这个LPGA的比赛之后呢 其实在最近呢在国内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也就是刚刚在全国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结束了顶帮投资精英赛 那么顶帮投资的这个精英邀请赛呢事实上也是一个受邀参加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项比赛呢已经在全国球场呢办了第三年了 而且接下来连续三年呢会继续的在全国球场来举办 那么前面呢顾名思义呢是由顶帮投资来冠名赞助的 那么接着下来的三年呢将要由Jerry Run公司呢继续接棒要来赞助这个比赛 那么为什么今天呢在国内日常当中我们特别提出这个比赛呢 因为呢这是台询赛当中唯一一个捐出慈善善款的比赛 那么在去年呢当新竹马街纪念医院呢刚刚成立的时候 这个为儿童专门负责治疗儿童疾病的医院 事实上很需要经费的一个加入 而顶帮投资呢在去年呢跟这个台询TPGA合作 那么办了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就说过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他们要把所有善款呢要捐给新竹马街的纪念医院 那么在当时一共募了有200万新台币的一个金额呢 全数都捐给了这个新竹马街的纪念医院 那么去年办这个比赛的时候选手只要没打一个Birdie呢 那么在这个顶帮投资呢他们就会捐出1000块钱 如果说选手打出一个Eagle呢 那么顶帮投资就会捐出3000块钱 所以所有的选手参赛的选手当中 他们一方面呢可以让自己在计分卡上 有非常突出的成绩表现 另外一方面呢打Birdie或打Eagle呢 又能够做出一些善事 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讲 他们参赛的目的呢就更加的明确了 那么在今年呢连续的第二年呢 同样的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 所有的选手打出一个Birdie呢 就可以捐出1000块钱 打出一个Eagle呢顶帮投资就捐出3000元 今年呢在这个募款之后呢 捐款的对象呢要一分为二 除了一部分捐给的新竹马基纪念医院之外 另外一部分呢即将要捐给的就是 追润人公司所成立的癌症研究基金会 那么这个基金会呢追润人公司呢 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低收入户 让他们能够及早来筛减他们的身体当中 有可能的形成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病因 那么加以追踪治疗 因为呢在经过了研究之后 每一次呢经过这个癌症筛减呢 能够治愈癌症的机会 当然就来得更高 因为癌症是越早发现 越早治疗最好的一个例子 那么另外就是参加这个癌症筛减 每一次呢对于低收入户家庭 要付出15000块钱新台币的这个费用 事实上对他们来讲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呢将由这个基金会呢 来专款专用 希望呢能够借由这次的比赛 把这个这笔金额呢 希望能够帮助这个低收入户的家庭 而今年呢在这个三天的比赛打下来之后呢 更是募集了超过200万新台币 比去年还要更多的一个金额 那么分别要评分给这两个不同的单位 那么在这一次呢第一回合呢 总共出现了279个Birdy 另外呢有6个Eagle 第二天呢则是有293个Birdy 总共Eagle的数量呢也来到了8个 而至于第三天237个Birdy Eagle也有2个 所以这三天的募集的善款呢 第一天是279,000元 第二天是317,000元 第三天则是243,000元 总共募款呢 那么累计的捐款呢 一共有161600元 再加上选手的表现呢 120万元 所以再加上一些 林林总统的各方企业的一个捐款 所以使得这一次的总共募得的善款呢 超过了200万元新台币 那么评分给两个不同的单位 因此我觉得这个是一年 在TPGA一年的巡回赛 各个分战当中 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一项比赛 所以今天呢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顶帮投资的 金银邀请赛当中 最后虽然获得冠军的选手 依旧还是泰国选手 不过呢我们把这份有爱心 而且呢在这一次 爱心跟运动集合的一个 非常高水准的比赛 又在全国花园乡村俱乐部举行 那么希望能够告诉大家 因为每一年的秋天呢 就是大家所有的这个高尔夫选手 发挥爱心的最好的时候 而且接下来呢将要由Jerry Run公司呢 即将继续的再办三年 我相信呢在未来的三年当中 从明年开始 这个比赛呢会越办越好 因为对于很多喜欢高尔夫运动的朋友来讲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参加配对赛的时候 又可以捐出他们的爱心 而且呢选手又可以在这三天的比赛当中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一样 不但成绩卡上面非常好看 而且呢你每打一个Bergie 事实上呢就在帮一些这个低收入户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及早面对这个癌症 这个可怕的病症 希望他们都能够透过基金会的一个帮助 达到及早筛减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的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在国陵日常要为大家做的 一个就是周末LPGA呢 从美国时间11月9号到12号 这段时间呢即将要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比赛 此外呢就是刚刚结束 在全国花园乡村俱乐部所举行的 顶帮投资金邀请赛的一个比赛的结果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接着下来 能够多多关注 不管是我们在LPGA的旅美选手的表现 或者是在国内 PGA呢剩下三场到四场的一个巡回赛 也希望所有的高球球迷 能够继续关注他们在不同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